2024年人马座的朋友 你抽到一张月亮的牌 月亮代表不安 所以在感情方面 你是想去马 但又不敢去马 便会错失好的姻缘 朋友也是 因为你不敢跟他们相处 你会错失了很多人缘的机会 事业方面 其实上司是想给你机会 但因为不安的关系 没有什么自信 有很多机会就射走给人 所以你今年记住注意 就是增强你的自信心 那就会差很远的了 山羊座的朋友 2024年你抽到一张魔术师的牌 亦是一张非常不错的牌 在人缘和感情方面 因为魔术师是很有幽默感的 所以跟人相处当然是不错的 而在事业方面 可以尝试创业或者是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多想法 所以你会跟人的想法 是特别不同的 所以财务方面 也是相当不错的 恭喜你今年放胆去马 可以说你十二星座 最好运气的一年 如果你都觉得去年 2023年 梅梅地 那就对了 跟着惠惠这套魔法造 包你什么梅都清光 所谓梅运 在我们来说 专业一点的字眼就是 负能量 有害的能量 当有害的能量 黏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内在就会失去了 就像渠的 有东西堵住了 通渠 通不到 通不到的时候 那就影响到运势 不好了 快点通一下渠吧 通渠 通渠之王 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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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静化的仪式 其实有几样东西 就准备了 是 就会有一个鲍鱼壳 一个乳毛 一个草药 均静化的草药 以及一个火器 是 是 通常有些人用薯尾草 烧性木 是 很大阵烟 对 不是不行 但其实每一样的草药 是有它们独特的能量和功效 薯尾草 其实它本身的能量是抗抑鬱 对 所以香港这个地方 如此屈住屈住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一烧完就觉得 我开心了 因为就是帮你排走抑鬱的能量 四个元素 包括鲍鱼壳 就是代表水的元素 很大的鲍鱼壳 很大的鲍鱼 真的很好笑 我用陈皮蒸鱼 会否影响了它的能量 一定要把它洗乾洗 然后乳毛就对应了风元素 因为小鳥也是天上飞 点火这一下 有火脈 也对应了火元素 另外我们就用草药 草药对应了土元素 把粉倒进去 我们就要跟草草聊天 草草 今天就靠你帮我们淨化冬冬 草草, 请进化我 把霉魂全部洗出来 给了Jonathan隔壁的空间 不要 他说不要 他说不要 你看大家有什么配音 他说不要 那我们就可以烟点气 我闻到了 有点薯尾草的味道 有点类似的 是 那我就会把这个烟雾 由冬冬的头 开始慢慢去撥向它 吸入这个烟雾和草药的能量的时候 他可以打算吸入这个 新鲜淨化的空气 同时这些草药在他体内 会开始溶解他的有害能量 把所有脂肪溶解 然后敷出的时候 就是把他不再需要的东西 溶解的东西 彻底敷出 要将他的烟雾引到他身体的每一寸 那你可以由背部 扫扫完 由头扫到脚 然后由他在前面扫扫扫 一直继续 脱衣做这个仪式会更好 真的洗剩的仪式的话 我们也真的会不穿衣服的 真的要教我 是的 因为衣服会阻隔了 所以你真的要能量 彻底倒入身体的时候 我们在情况允许之下 就会不穿的 好 我约你拿体操吧 东东真的特别喜欢我 每个都不约 这么多女孩 对 为是约粥上 当然要约我 我知道 明明我们是朋友 我不想这么逆造成 在心中… 我们又有新闻了 是的 房间的话可以怎么去做清理 都是一样的步骤 但就不是再对着东东 这样飞飞飞飞 在这个房间里 有大门进去 我们逆时针载 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一路拿着他 一路线一路线一路线 为什么要清理房间呢 你一个人回的时候 住在那里 其实能量是互相感染的 有时我不想整理房间 我家的房间很脏 我可不可以清理一下 物理条件的清理很重要 摆位的东西是很影响能量的 是的 所以是要两件一起做 房间整理得干净之外 再做能量上的清理 做完这个意识之后 看到他还在穿 是否等同于你可以整饰它 是不行的 因为其实他一日未认 他仍在转移能量 其实整个仪式来说 是要你等到它自然失眠为止 但是那些粉的灰准 用完之后 就一定不能重用 大家都不会重用到 但就一定是要清理它 扔掉它 来到家宅这个环节 2024年不想再煤下去的话 就要留意东南方 事关东南方是病位 另外还有西方就是灾难位 好 这里首先门开北方 南坐王 北坐地 首先第一件事 你是适合北方发展 北上 北上发展 首先第一件事 你住九龙东区 你打开地图 打开上面 全部向北方 你也是赚钱的 因为我的计法 计算数字磁场 是北方是王里的 我现在到新奇在深圳拍摄 那要不要去北上找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天水迷已经是北 再上去更加北 对, 我在楼浮山开工就可以了 师傅, 我想问 如果他现在回大陆拍剧 他也住在酒店 酒店如果这样计 那已经计算他长住的地方 酒店我们就不整理了 不整理了 不整理了, 因为你不是长住 对 如果拍戏或公共, 有人公共半年 你又去整理一间酒店 就不可能 那也不整理了 所以我们是计算自己的住所 但是在这个楼屋里 有三个地方缺角 是, 什么是缺角? 缺角就是… 缺角就是… 没了固 是, 没了固 最好的家庭就是四合院 方方正正 这里有小一区, 你的门头 这里有小一区, 这里有小一区 这里有小一区, 这里有小一区 这里有小一区 那就是如果有八个方向 我们有八种运气 已经让人三个运气 但是香港的屋 很多都不是四四方科 每间都缺角 所以…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间屋, 这里会多加一个门 这个门和这个门 不会同时开 不会同时开 或者加个狗仔的闸 闸可以挡一下 都会好一点 因为这里会直冲一些不好的东西 跟着电梯, 一些负能量 进入我们的家 而且冲着 所以我们的运气 会有些很吃力 才能做到我们想做的东西 我看到有些人是否加一块布 或者加些株链 是否都可以 意思…都可以 好… 最好就是… 下半身最好就是… 先加个闸, 上面加些株链 加个闸, 也可以帮助到 没有那么缺角 可能厨房, 或者是厕所 所有房门, 经常关了它 关了它, 这里就是一个 比较四方的一个单位 因为这一块是绝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弄好它 就这样计算, 血也没有那么大 首先, 这里是北方的 在东南方 东南方在2024年里 是一个病位 住这一间房的人 就会病, 会比较多 那是我的房 第一个问题 是 房对房 这个是会冲的 第二个东西 这里是一个病位 我就会建议放一瓶水 这瓶水是平时可以喝的 不是风水东西 是放一瓶水在家的房间 就可以化解一些病的能量 在骨髓旁边放几粒药丸 一不舒服就立即吃药 香港的朋友如果想增加喜事 生小孩或者升职发财 在我们的西南位 西南位 对, 放一些火元素的东西 西南的这个 对, 西南的这个盐灯 除了盐灯还有什么火元素 发光, 发热, 或者是红色的 对, 电视蜡烛也可以 我装银灯也可以 对, 电蜡烛也可以 对, 因为这个位置 是你这个单位的 整间屋最大的财位 首先有一点 西南如果光亮的话 那就会好 如果是上班一族 就是我上午九晚五的 就在我们的西北位放水 西北位 西北位 这里的厨房自带有水 是挺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步步步升 那如果向西面 向其他面, 怎么办呢 门口向西 就是接收我们的灾难 门口要多贴红色的灰蜊 红色的灰蜊 就是过年多贴红蜊 就是过了一年也不要撕它 过了一年也不要撕它 过了一年也不要撕它 一年的时间也不要撕它 我有个朋友 他最近追溯被淋红油 要不要洗好 要不要洗好 那当然不要洗 那当然不要洗 要提醒他不要再借钱 对 就是不要洗好一点 我叫他淋多几次 淋红油是被人扁的感觉 但是你贴红油 就是你自己是旺的感觉 可以… 那也要洗下去, 好嗎? 謝謝各位师傅 是 承你们贵言 我会努力改变, 谢谢 好, 一起祝东东 接下来越来越多工作 大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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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